好 欢迎大家来到一百个句子 记完七千个雅思单词这个课堂 接下来我们来讲解第五节课 在本节课里边 我们首先会把来自于雅思考题里边的一道真题 来给他进行展示 分析一下其中的语法难点 接下来我会给他分析一下 在这句话当中考到哪些核心单词 是我们必须要加以记忆的 不仅记住它的中文意思 还需要知道有哪些例句 有一些什么那些构词法 包括比如说有些什么样的搭配 同根词等等 然后最后我们会根据这句话里边 所出现的一些核心词汇的一些 牵扯的一些主题来进行主题的归纳 处理旁通 帮助大家把一些零散的一些词汇 能够进行集体的一些总结性的一些记忆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句话 这句话说的是 What I'm afraid will happen is that books and magazines will disappear and there will just be rows and rows of computers 我们来看一下这句话本身 这句话的主句的话呢 是一个主语从 是一个主语从句 What I'm afraid will happen What will happen 未来会发生什么 I'm afraid是一个插入于我 我害怕的是 是修饰整个 What will happen这句话的 意思的话呢 是动词 然后that所引导的是表语从句 而在that从句里边的话 所发生的现象的话呢 就是是由and所引导的这么一个并列句 前半句话 Books and magazines will all disappear 未来的话 书本也好 杂志也好 都将会消失 后半句话的话呢 说的是 There will just be rows and rows of computers 图书馆里边 书本 杂志都将消失了 剩下来都只不过是一排又一排的电脑 前半句话的话呢 是讲 不会有什么 后半句话的话呢 是讲 会有什么 整句话的语法 我们就分析到这里 接下来我们来看这句话当中的一些核心词汇 我会重点讲解这两个核心单词 一个是disappear 还有一个是row 好 我们先来看一下disappear这个单词 disappear的重音是在pear这个地方 disappear appear我们知道是出现的词 dis这个前缀的话呢 是表示否定性的前缀 所以出现的反面就是消失 在亚斯里边 他最主要是考两层意思 第一层意思的话呢 指的是物理上消失了 看不见了 他这个东西还在 只不过我们看不到而已 包括比如说像 帆船消失在远方 包括比如说气球 在我们的视线当中消失了 这个消失的话 指的是stop being visible 看不见了 这个东西还在 只我们看不见而已 第二层意思的话呢 指的是他不复存在的 他完全在物理上完全就没有了 并不是我们看不到而已 他真的就不存在了 他的英文意思相当于就是说 to cease to be to pass out of existence 好我们来看 第二个意思 亚斯里边的话呢 第二个意思考的更多一点点 比如说我们想看这句话 Dinosaur disappeared from the earth millions of years ago Dinosaur 这个词虽然是一个相对来讲 稍微难一点的单词 但亚斯考过好几次了 无论是听力还是阅读都考过 指的是恐龙的意思 恐龙的话呢 几百年以前就从地球上消失了 再也没有了 它不再存在了 并不是我们看不着而已 它真的是不复存在了 而disappear是动词 这个单词的名词形式的话呢 就是加上一个后缀 ANCE就变成名词了 消失 disappearance disappearance disappearance这个单词的话呢 其实相对来讲 比disappear要显得高级一些 显得难一些 显得正式一些 所以听力里边考的不太多 考的比较多的是 亚斯的阅读 跟亚斯的写作 包括以前考过说 现在实际上的语言越来越少了 问你说这是一个好的现象 还是不好的现象 语言的消亡 the disappearance of languages 有些小一种就慢慢不再存在了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句话 We are witnessing the gradual disappearance of an old way of life 我们现在的话呢 正在亲眼目睹 一种传统生活方式的消亡 现在的话是一个科技 飞速发展的时代 作为一个全球化的时代 很多时候的话呢 新旧的交替 迫在眉睫 而且的话也特别的显著 所以有些时候 有些古老的生活方式 都逐渐的消失了 甚至当然 对中国人来讲的话呢 回家过年 还依然是一种 值得保留的 并且人们非常重视的一种 传统的生活方式 traditional way of life 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个单词 row row的意思 请注意 ow念ow不念ow row 一行一排的意思 那经常我们来形容什么东西呢 比如说一排房子 row of houses 比如像图书馆里面会有一排一排的书 row of books row of books 或者一行一行的植物 row of plants 或者一排一排的人 row of people 或者呢 一对马 row of horses 总颜值指的是一整行的 很多东西的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例句 来帮助我们记忆这个单词 we had seats in the front row of the theater 我们买到了这个看戏的这个前排座位 前排 the front row 后排的话呢 那就是the back row 那我们可以具体说 比如说我们买到第三排座位 我们必须是在in the third row of the theater row的话呢 偶尔也会用到这个单词的一个词组 叫做in a row 意思指的是连续 好像是一连串的 包括比如说像有些演员的话呢 是经常一次又一次 一年接一年的连续被提名为 或者说被选为拿奖的 或者说我们像这句话 she's been voted best actress three years in a row 这位女演员的话呢 是已经连续第三年 被评为最佳女演员 be voted best actress three years in a row 这是连续的 consecutively continually的意思 好 这两个单词是核心单词 接下来我们来讲解一下 根据这篇文章 我们可以总结出来的一些主题词 第一类主题词的话呢 是跟消失灭绝有关的 因为他讲到就说 未来的话随着科技的发展 可能指质书将不复存在 剩下来都是电脑 也就是所谓的digitalized version of books 书的话都会数码化 那么跟消失灭绝相关的 有哪些单词 值得我们背诵记忆 听力阅读 写作 口语度机上会用到的呢 第一个单词就是evaporate evaporate来自核心词是Vapor Vapor是水气的意思 然后的话 E这个前缀表示出来向外 ATE的话呢 是表示动词的这么一个后缀 所以水气出去 那就是蒸发的意思 蒸发 evaporate 这个词的话呢 经常考到阅读听力写作 都考到过的 像写作的话呢 曾经考到过一道流程图的题型 是讲到这个 在一个坑里面 通过这个植物的蒸发作用 使得在野外可以实现取水 不至于渴死 这个蒸发动词就是evaporate 那这单词的名词形式也必须得记住 就所谓的evaporation 把E去掉 加上ION 表示名词性的这么一个后缀 就把它变成了一个名词 evaporation 蒸发 消失灭绝 简单一点讲 我们可以说cease to be 可以说disappear 稍微难一点的话呢 我们可以用这个单词extinct 灭绝了 一样东西灭绝了 我们可以说这个东西的话呢 become extinct被灭绝 become extinct 那extinct也经常用它的名词形式 就是后面加上ION 这个后缀表示灭绝 extinction extinction 比如说一样东西灭绝了 可以说这样东西的话呢 will fall into extinction 如果说是逐渐消失 逐渐褪色 逐渐凋谢 逐渐消亡的话 一般可以用这个单词fade fade fade 可以说记忆可以褪色 这个记忆的话呢 to fade 这个memory可以fade 对某个人的好感也可能会逐渐的fade away 逐渐的褪色 vanish可以指的是突然消失 指的是在短时间内 大量的这同类的事物的话呢 不见了 叫做vanish 突然消失不见 给我们这单词 vanish 消失灭绝 好 接下来这篇文章考到一个报纸杂志的消亡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报纸杂志通常可以怎么表达 那一般而言的话呢 这三者之间有明确的区分 但有些时候他们也有一些共同点 我们先看第一个单词 newspaper newspaper就通常一项的报纸 报纸的话一般来讲的话 它开本比较大 那报纸的话呢 大部分都是每天出版的日报 它是一个daily的 但有些时候的话呢 报纸可能有些大报的话 它不一定是每天出版 它可能周报也有的 它可能是一个weekly 但大部分报纸 它都是每天出版 而且的话呢 是以实时性的新闻为主 开本比较大 纸张的话呢 比较薄 虽然现在看纸质报纸的人 没有像以前那么多了 但是呢 报纸依然在某些国家的话 依然看的人还是挺多的 有的人传统上可能还是一看纸质版的报纸 有的人的话呢 可能是看报纸的这种数码化的形式 可能是看这个报纸所办的一些网站 包括说像中国的人民日报啊 中国日报啊 都是有网站的 像美国的像纽约时报啊 华盛顿邮报啊 像英国的泰晤士报 卫报的呢 都依然有它的电子版的形式 很多时候现在电子版的几个订购者的话呢 甚至数量都远远超过了纸质版的订购者 订购 我们英语用subscribe的意思 好 报纸 那我们也需要了解一下一些报纸的一些搭配 比如说像报社 英语就叫做newspaper office 比如说像报摊 英语就叫做newspaper stand 有些时候报摊也可以再解写成news stand 一个单词 stand前面叫做news新闻 news stand 其实就是报摊的意思了 那另外一种跟报纸不太一样的话 叫做杂志 magazine magazine的话呢 往往开本比报纸要小 而且杂志跟报纸相比的话呢 杂志相对所针对的人群 可能会比较狭窄一点点 所以我们可以根据一些搭配来了解杂志的特点 杂志有些说的话 可能是面向某个针对性的人群 包括像商业杂志 商业期刊 business magazine 比如说像美国的话呢 新闻的话 我们知道有这个time news week 那像商业杂志的话呢 那就有这个business time 好 另外有些杂志可能是针对时尚时装的 那就应用就叫做fashion magazine 有些说可能就是园艺杂志 garden magazine gardening magazine 有些说是家庭装修杂志 家装杂志 你就可以叫做这个 home decor magazine home decor 有些说比如说音乐杂志呢 music magazine 体育杂志 sports magazine 文学期刊 literary magazine 这些搭配就可以说明 跟报纸相比的话呢 杂志相对而言的话 它的受众可能是比较有针对性的 而且它所牵扯到的范围的话呢 也是比较专门化一点点的 另外一个单词跟杂志有点相似的 比杂志还要更专门化 有些说的话呢 甚至比较学术一点的日记单词journal 但journal一般在亚斯汀里面考好几个意思 还有一层意思 在亚斯汀里面考到过的话 它指的是这个日记 比如说写日记 keep a journal keep journals 另外的话呢 考的就是杂志 所以你看你会发现 journal的英文解释就是 a magazine that reports on things of special interest to a particular group of people 更加专门化一点 而且一般都跟学术相关比较多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有哪些杂志期刊是跟journal搭配呢 比如我们像学术期刊 academic journal 医学期刊 medical journal 科技期刊 science journal 比较学术性的期刊 scholarly journal 所以我们可以发现 从newspaper到magazine 到journal的话 这三个单词的话呢 一个比一个专门化 一个比一个的话呢 更加学术化 当然有些说可能区分也并不那么明显 比如举个例子 像亚斯经常喜欢取材的一本杂志 就叫做economist 经济学人 经济学人的话呢 看人挺多的 在英国出版的一份 受众群体非常广泛 而且reputation相当好的一本杂志 但你会发现 经济学人他自己号称叫做 magazine format newspaper 他号称自己是一个 以杂志这么一个表现形式的 这么一份报纸 因为他最主要报道的话呢 除了商业以外 最主要还有什么科技 最主要还有书评 像新闻等等 每个地方都会牵扯到 所以他说自己是magazine 但一般他的装定形式的话呢 其实是一个magazine 所以经济学就是一个典型的 magazine formatted 是一个杂志形式的这么一个newspaper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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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